萧美琴在2004年绝版的自传透露说 她自己只有一个美国国籍 如果放弃了美国国籍 马上就变成没有国籍的人 这也让国民党立委赖世宝讽刺 哪一个萧美琴讲的才是真的呢 要澄清就要拿出资料来 国家新选担招定我们来关心到了 现在选举白热化 但是赖新的台独路线没有抛开 而且萧美琴的国籍问题也没抛开 我们现在邀请到了国民党立委赖世宝 是早安 是 文言早安 其实我们今天要聊得很严肃的议题 就是为什么现在中选会说 萧美琴的国籍没问题 不过来营就指出 萧美琴在2004年这个绝版自传当中 就有提到了 如果今天放弃美国籍就没有国籍了 这意思就是说当初只有美国的国籍 那现在这样子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萧美琴 哪一个是假的萧美琴 萧美琴的字述里面 从这一篇跟上一次那篇清楚讲到 而且别忘了 他是透过美国的国籍选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取得中华民国的国籍 这是铁的事实啊 这是铁的事实 那就代表之前他没有中华民国的国籍 那我们就要问那是不是当初他的爸爸 他的生父没有跟他办 他本来就是因为他爸爸是台湾人嘛 他本来就是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籍 是应该有的一生俱来 但是他爸爸没有跟他办是怎么样 这是第一点我要强调的 第二点我要强调的 你不觉得中华会很吊诡吗 你今天中华会给内政部 给外交部 是不是 中华会就内政部的 他发文给外交部 要查 那时候查吴欣寅 查吴欣寅是怎么样 我是要发文给190几个国家 我要问他们 吴欣寅有没有国籍 你有国籍 同样的 这个事情应该对 六个人都要做这个事情 那请问你喔 中华会 难道不应该秀给我们一下过程吗 什么时候开会的 给我们看一下 乒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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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可以看 这个一跌 190几个国家 回来的他都没有 国籍 五星尼 都没有 小美琴190几个国籍 回来 都没有 所以他符合规定 给我们看啦 他都不给我们看 这到底黑箱周夜 然后现在小美琴讲什么 喔 国家认证 我们有问题 国家就是他家啊 国家就是他家啊 不要忘了 民进党完全资政 完全黑箱 怎么会 就讲一句话说 中华会一句话说 都OK啦 随性啊 你给我们看一下吧 批评一下 那小美琴现在 老实想 他最该做的就是 他就把过去他的 他的国籍 他的护照 拿出来给我们看嘛 时讯 从什么时候开始取得 中华民国的国籍 那 对不对 那我们所了解的就是 那时候是美国籍 选立法委員 才是中华民国的国籍 是 就算从那时候开始啦 那之后 资料拿出来 拿出来给我们看嘛 一翻兩等年 这个事情不做 你只有说 中华会说 我没有问题 中华会是你家啊 我们怎么相信呢 是不是 所以就欲盖米张 我觉得五行李啊 这一次啊 我一直觉得啦 是小美琴救了他 197个国家 他嫁的是比利时的皇族吧 他也没有比利时的国籍啊 外界不断在问这个事情啊 对不对 因为你结婚就有啦 你结婚就有啦 而且他结婚好一段时间啦 是不是 这个很正常的 这么有钱 多一本护照 多一本护照 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对不对 然后现在 中华会 都不给我们看喔 就说 可以啦 又有问题了 所以先啦 那你先 好 那另外再讲到 其实现在呢 赖萧佩的一个比例啊 国民党内参民调 可以看到侯康佩呢 直接往上要了 现在跟赖萧佩差了5% 是美丽岛最新的民调 而且国民党也拿出了 他们自己最参 内参民调 是差了1% 所以呢国民党现在呢 蓝军都归对了 气势大震吗 我所了解的 所谓的内参啊 差不到1% 差0.7% 有的讲0.5% 有的讲0.2% 对 我是没有看到 但是哪个准 我不知道 是 可是 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 国民党的士气一直起来啊 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个柯文哲啊 他就是为了怕 不被 怕被兵用化 所以不断的咬蓝咬绿 亂咬一通 他现在就固索他的年金票 固索年金票 抓住年金票 老实讲 国民党是大有可为的 就年金票 客观者通通拿着 我们当然要争取年金票了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蓝力对决 国民党不见得没有胜双 我是觉得 尤其我最近在跑 我觉得现在事情越来越好 大家觉得 很多在 在boardline的 在那个 在周围的 现在看起来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 有信心 对 有信心 谢谢委员 感谢感谢 好 首先呢 我们来聊 关于现在蕭美琴的国际问题 因为依旧是 没有拿出一个证据以及答案 现在周准会说 真的没有问题啦 跟吴晋云都没有问题 但国民党想要展现的是 因为蕭美琴 现在过去自转要提到 他是美国人 那现在为什么呢 为什么感觉好像态度不一样了呢 并指出说 现在侯友营啊 不管是说土生土长的 台湾人还是说 一直都是要捍卫台湾好了 其实这股凝聚的力量呢 也让蓝军归队了 不只赵河康的加入 再加上大家看到说 侯友营是用正色的牛肉 去在做这个选战的一些工坊 以及说呢 现在可以看到 两岸聚焦战争和平的选择 人民还是选择和平的 以上是我们长刀林挺行 想到镜头 战宝内营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 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特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打托的轻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